各位前行 各位家人们早安 业力讲师早安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可真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可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愿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来到第196次 白阳圣经伦理的研读 那同样我们今天是读 谨而信 犯爱众而亲人 好的 我们先请俗间来 帮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写过的 细功活活此训 细细失误 训体会 天人共伴此一成 周圆大事各尽力 天是万胡 祝徒通 徒愿表天师来祝 天从人愿祝成功 徒儿乃是师最爱 师徒其心伴莫成 神采辉扬显妙道 道在己身二六中 醒茶公乎莫乎眼 扫除挂爱心其通 与徒相灭流慈允 妙性起敌 智慧真 尊重保重此人生 身心健康 乐无穷 好吗 两天班钟 化佛仙 繁琴所事 泡一边 疏流离道 南密道 脚中求真 不妙玄 参言参透 虚用心 冷卵四肢 无差偏 火堂之中 来感染 欢乐气氛 四摇天 私批讯语 言至此 谈中加冕信心权 坚定心智 不更变 始终如一 厚得天 中华圣母慈讯 慈心怀抱 行大千 顶度有情 明根源 此悲心能用 杨真理 行道人间 驾法传 坚心定志 无为念 一心许天 天助奸 此字已恒 成修半 行功力得 见品连 修修有荣 人道追 推险举人 财花辉 人人红道 誓愿玄 宽厚为怀 好口碑 堪称表帅 信成坦 尚品德信 圣经为 战战兢兢以待旦 善敦化俗以待谢 任理实修 尊信命 自强不习 誓尖规 还原达本 树其味 居意事命 养人节 无三不朽 立身吻 生真实意 暗无亏 提纲窃领 道义 众道义 超理真意 张智杰 穷理尽信 自于命 不宅恩哲 学慈悲 我们昨天来到这个地方 来 我们先从这一页开始 我们请宿珠 宿珠姐 中华圣母持训 本力道生 真实率性 是信誓旦旦 敦平厚德 一十六字 训中训 一训勾勒 化诸信字 神之格施 岂可度施 莫有情 猜疑 存疑心法 训文完成 宋至福山 统一篇印 广与流芳 好的 这个地方 我们 师母老大人交代我们 要把这一篇训 好好的 疼写清楚 然后呢 送到福山 广映流传 还特别交代 本力而道生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每个事情都有它的根本 就像我们人 也要了解我们人 根本的来源在哪里 那我们知道天地造化的道理 也是一个根本的了解 这些对我们在人生 在这个世上 我们才有办法 真正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这个道呢 也有人生的路 这个道理道理 道路道路 对 这边交代我们 要真实 要率性 要敦平 要厚德 然后呢 神之格施 岂可都市 这天地间呢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我们说这是一个善的能量 当然也有负面的能量 这个阴跟阳相互为用 神呢 通常代表的是 善的能量 正能量 那正能量呢 它能够给我们的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启发 不是我们人能够 用我们人的思维想象 有办法去了解的 这里叫做 莫有猜疑 存心房 所以我们只能用心去体会了 这当中有很多的道理 有一段老师给我们的话 来我们请美心来帮我们攻读 佛佛恩斯辞讯 修辞到最后 厌的是什么 德行 培养德行 就是要让我们有智慧 碰到事情的时候 能够从容应对 能够圆满的处理 每个道场的因缘都不同 每个开放人员有辛苦付出的一面 也有不足不圆满的地方 同修之间有没有敬意去互相辅助呢 今天你看到这个开放人员 他把心思都放在各位的饮食上面 你是要助长他 还是能够给他调整 不是说七十八十岁就没办法调 他也是众生 我们也是要助他修道圆圆满满 回到礼天 今天有这个机缘 让你碰上了 没有尽心尽力去辅助 就是各位有缺失的地方 佛老师很直辈 所以要勉励我们 大家能够同修共伴在一起 这种因缘是非常难得的 每个人都有不圆满的地方 要互相调 不是去助长他 助长他的不圆满 应该是互相调 让他更圆满 这个所谓的圆满 就是一个人的德性 一个人的德行 就是一个人真正留在人心中的 或者是他的德性 我们每天所作所为 是不是都能够 叫做 能够对我们的德性有所增长 就是日心其得 所以 如果懂得日心其得的人 就是真正有在修的人 即使是煮一顿饭 给大家来享用 其实呢 如果我们好好的把这顿饭做好 那他的德就很大 对德性的增长就会很有帮助 同样如果我们做一顿饭 我们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 那反而就可以 就会抵消了 那个德性 本来是可以修德 现在就有了不圆满 反而是负面的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互相补不圆满 如果有哪个地方不圆满 就要讲 互相补 然后让他能够更圆满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文殊 中华圣母慈训 转禀再告众图囊 师母浅言训披祥 徒儿时事好佛缘 求得大道登池航 恨古大道不倾降 如今应运指白阳 方有山朝朴渡日 渡化友情归故乡 明师一指明真路 临山塔前后玄黄 这里所谓的亘古不清传的 不清降的大道 其实就是圣圣相传 自古圣人所传承下来的 这个圣人的道理 那遥顺以堂文武周公孔子 麦麦相传 来到今天 我们要去弘扬 这个宝贵的整理大道 从求得大道明师一指开始 其实师父引进门 修行还要看个人 就算你得了道 而且是得了自古不清传的真理大道 但是我们没有修 一样 那也是入宝山空手而回 所以重点是 有好佛言 就要好好的珍惜 这个叫做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下修 好好的修 修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的了 让做人做事更圆满 也更有德性 这个就是修 好 来接下来是佛老师跟我们讲 黄维杜鉴的道理 我们请陆老师 佛佛恩师持续 什么叫做黄维杜鉴 这一口水 小小的一杯 没有什么 没有说 能喝 喝不能喝 但是你喝了 就要去记他的后果 这杯豆浆也是 没有 能喝 或不能喝 但是你喝了 就要去承担 大家修到 五湖四海 都奉为上兵 有什么最好的东西 都不吝啬地拿给你们 你们 成这样的福 有没有察觉 担担不起 你们吃了 用的 可不是你们的福吧 想想你一个人累生累世有修 这么多福会吗 还不都是众人的福吧 聚集在你们身上 只因为你们半天是 上天特别的 眷顾疼爱 好的 佛老师这边告诉我们的 黄维杜鉴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是很有内涵的 他说就像我们喝一杯水 你就要想想这喝下去呢 我承担了什么 就好像你在喝豆浆之前 黄维杜鉴就是你要想一想 喝下去之后 我是承担了些什么 在我的身体里面 当然是好的啦 豆浆是好的 但是呢 有些人在做事的时候也要想一想 就是黄维杜鉴 到底我们担得起担不起 好比佛老师就说 因为他刚好这里在开班 有很多人来服务 那我们开班的班员呢 受大家的服务 哇 那这是累生累世的福报 有人帮我们准备好好的 包括吃啊睡啊用啊 很多 这个呢 是多么的有福报的事啊 能够记得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就要去想 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善因言 那我们既然接受了 我们就要去承担 承担呢 就要担得起 将来呢 就要去努力 也能够去服务别人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 历俗讲师 东华圣母此信 智算自帝 善自首 长门五蕴六贼法 明道率姓明真理 法贤孝顺 奔汤装 观音匆匆及逝去 此机一师 难在法 今日徒儿活门路 豪购 麻修念姓王 提出自己精致会 折散儿从杜米瓦 好 师母老大人要我们 练就出自己的真智慧 当然这个练就真智慧 得要从至善宝地开始 至善宝地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身上 众生皆有佛性 每个人身上都有道 所以呢 要明道率性 才能够明真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会有一些锻炼 这种锻炼呢 叫做刨修 刨垢麻修 刨垢呢 是把一些不好的污垢啊 脏的东西啊 这个形容我们的脾气毛病啊 每个人都会有这些 要把它刨除掉 把这些不好的去掉 其实过程当中啊 是很辛苦的 麻修很辛苦的 但是他可以练我们的姓王 练姓王就是把我们的佛心本性给练出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古圣仙贤他们也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孝圣华贤奔康庄 能够把这个五印六贼 五印就是色寿想巡视 这存在我们心中的 对我们不好的那些负面的能量 要把它去掉 或者是防患他 六贼呢 是言而逼舌生意 一天到晚呢 帮我们去造罪 那就要变成防贼一样去防他 唯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谁呢 好我们再来请叶力讲师 变长大人辞讯 最大的敌人是谁 自己 克服了没有 真正了解自己了没有 自己的盲点 看清楚了没有 完全没有看到 只是一直在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真正了解自己吗 还没有 如果了解了 试着调整了没有 如果不了解 试着了解自己了没有 还是了解别人比较多 对自己一无所知 知道自己的长处 却不知道自己的短处 没有心想要学习 只会找借口 掩饰自己的罪过错 你原谅得了你自己 你的冤亲在主 能不能原谅你 好 叶长大人这里讲的是很直接的 真正最大的敌人 真的是自己 因为我们常常只看别人的缺点 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然后别人讲我们的缺点 我们也不见得会承认 那个叫做一直在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所以人要真正了解自己 也要知道自己的缺点 知道自己的缺点之后 还要懂得调整 所以人要不断的调整 所谓的调整自己 就是一种修修正修道 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这个修行就是不断的调整 不断调整自己的一些脾气毛病 一些缺点 然后真正把它改掉 那个才叫做调整 接下来我们请修俊恩 中华圣母慈讯 人生之事何重大 徒等可曾子性想 生死是大非而性 莫再沉醉此意乡 今人踏上灯仙境 西方不远在心房 为母盼望徒儿们 好好用心莫待荒 先活神圣仍成就 自在先活非凡想 师母老大人要我们自在先活 其实先活也是凡人做的 只要你好好的修 自然而然能够成就像先活一样 什么叫做先活呢 就是他会常常长存在 每个人的心中 而且永永远远 因为他有德性留在人间 为众生付出那份慈悲 那份大爱 成就了每一个苦难的众生 能够离苦得乐 这个就是先佛 所谓的先佛就是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求自己的安乐 因为先佛代表 有智慧的人 他了解人生的大事 了解生死大事 所以他知道 人来到人世间该做什么 这个叫做觉 佛就是自觉 觉他 即行圆满 一个人觉悟了 什么叫做觉悟 就是觉悟生死大事 觉悟人来到人世间该做什么 人的价值意义在哪里 当一个人真正觉悟了 那也真正去做了 他就能够有所成就 那个成就就叫做 圣贤先佛的成就 好 所以呢 这个叫做人臣即佛臣 好 来我们 叔叔姐 寒山大仙慈训 所谓人臣即佛臣 赤字太虚大师训语 在这世间人格没有培养好 展现出来的都是你的习气毛病 试问天上有没有这样的火煮 在天上都是清清静静的 怎么落到环间就沾染习气毛病 今天你明白修道的好处 可是这颗心还是起起落落 这红尘着色太漂亮 五光时射让令人着迷 今天追随着一波潮流 明天又追随另一波潮流 结果随着潮流摇摆 忘了这个是个不古清一股清流 你这清流混浊在潮流里 最后也变成着流了 好 寒山大仙 寒山时德的寒山 寒山大仙给我们慈悲 讲人臣即佛臣的道理 这也是太虚大师很有名的一句信语 什么叫做人臣即佛臣呢 事实上所谓的佛也是人去修成的 只是人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人格修养好 所以一个人品格人格 这方面如果好好的修 将来也可以变成佛的格 所以人要有高尚的格调 不是外表的穿着 而是内在的品格 品格要很高尚 甚至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 那样的一种高尚的品德 这就是修道的好处 因为人如果没有修 也是这样过一辈子 那没有人会记得你 这世间有太多人 走了就走了 没有人会怀念 但是有修之人 人会把他奉为圣贤先佛 永远地纪念他 其实也没有人要 要这些人 把这个人奉为诸佛菩萨一样 来纪念他 是人心感念到他的德 所以他自然而然 人就会把他奉起来 供起来 甚至永远地就流传下去 就变成了 众人心中的诸佛菩萨 因为他在世间 就是做了这种事情 所以在世间 做诸佛菩萨的事情 就是当一股 世间的清流 不要把清流变着流了 好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请美心 好的 天地间太多道理值得我们学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道理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片的慈悲心 献给众生 叫做造势方 那样子的时候就叫做学菩萨 其实菩萨是什么意思呢 菩萨就是用他最大的爱心 去给最多的众生 那所以呢 当个菩萨并不难 只要我们有这一片慈悲心 所以 最后师母祝福每个徒儿 都能够有所领悟 这天地间的真理 千万不要再迷雾 再迷茫 然后呢 一条金线要紧握 要能够把这个愿力守好 厌不忍了 难把相反 然后还要祝福每个徒儿 胜反如意 一切都能够很顺利 然后都能够得到康宁 身体健康 各方面都如意 然后最后 定领我们 命理有时 终须有 命理没有 莫强求 意思就是说 人要懂得随缘 懂得放下 不要苦苦的追求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那追求太辛苦了 最后又没所得 倒不如早一点放下 好 所以 佛佛老师给我们有一段话 我们大家来读一读 谢清 喝点 四杯 佛佛恩斯此信 人在世上 懂有他该扛的责任 清楚自己该扛的责任了吗 人有小人之真 有君子之真 我们当学君子之真 君子之真是我们 是我希望你修得比我好 希望你做得比我好 这种真多好啊 君子无所真 依让而生 你看君子之真是多么美 有一些成人之美 人在这世界有太多的不平衡 要走的路充满了太多的不平衡 不平坦 当你在顺的时候 不要忘记来这世间 是做什么事的 当你在逆的时候 更要好好珍藏逆中的滋味 逆中是锻炼德性的开始 逆中 顺中是赶紧要办的开始 那还有所谓的顺以逆吗 没有 佛老师 这边给我们的勉励非常重要 首先要我们有承担力 叫做扛责任 另外呢 要我们懂得金子之真 真什么呢 真 那个德性的涵养 真 真呢 谁 修的比谁好 修 修是 不是修理别人 是修养自己的德性 然后呢 还要懂得 在顺境逆境中 都能够有所成长 顺境呢 是要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办 因为现在很顺 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那逆境呢 把它当作锻炼德性最好的一个环境 这个就像《易经困卦》所讲的 困是锻炼德性最好的一个时机 如果一个人都太顺了 然后也不懂得把握这个顺的时候 多做一些事 每个人都对我很好 做什么事情都很顺 这个就没有锻炼的机会了 所以有时候也要有一点锻炼的机会 锻炼的机会会让我们更加珍惜 所拥有的 所现有的 好 最后还有一小小段来我们 请陆老师帮我们读 请历俗讲师来帮我们读一下 中华圣母慈信 随言随分而自在 快乐安宜显得光 出班之后有改变 引渡有缘至佛堂 不分老幼共难民 齐修大道返天堂 好吗 师母老大人免励我们 世间很多事情都是随言随分 要懂得把握 但有时候也要懂得放下 这样才能自在 把握 是把握那个善因言 放下呢 是放下不应该有的那些执着 妄想执着烦恼 该放下就要放下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乐 真正的快乐安宜 也才能够真正把德性修出来 显得光 所以最后 定理我们出班之后 一定要有所调整 有所改变 而且要懂得引渡有缘人 来佛堂 不要说自己好就好 不管别人 那没有慈悲心 应该要不分男女老幼 都要引渡 让大家都懂得修大道返天堂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来最后我们读一读 吉空老师给我们的 不媚因果的教导 来 那个陆老师 佛佛恩斯辞训 修道第一个要懂 不媚因果 你我都是聪明人 更进一步 得要做智慧之人 人最怕就是有怠惰之心 老师今天是来提醒你们 找回出发心 所有的课程 所有的愿力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点点滴滴 无非是要让我们找出我们的出发心 人如果保持出发心 与佛无异 你天天是佛 你还会怕苦吗 重人苦到你这来 都不叫苦 那才叫佛转至 所以有至 波得乾坤转 无至反被道理埋 好 不媚因果 其实 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媚因果是这样子的 叫做菩萨未因众生怕果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 在做之前 就应该要想一想 如果做的时候 为什么有什么后果 菩萨呢 会在做之前 先想清楚 该做不该做 那众生呢 就不管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反正做了再说 先享受那个快活再说 你没想到 那个后果非常可怕 他是无法承担那个后果的 可是呢 他又不事先想清楚 所以菩萨会把每一件事情 先想清楚 他的前因后果 众生呢 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反正追求快活人生 做了就对 结果都不对 那承受的苦果可大了 这是一点 另外呢 佛老师叮咛我们要 藏宝出花心 他说 藏宝出花心的人就是佛 因为我们的出花心 叫做菩提心 发菩提心呢 可以感动诸佛菩萨 也可以感动人心 那个就是佛了 所以藏宝出花心 就是天天当个佛 那个才叫做佛转至 也能够有 闲前转坤的那种大能量 好的 今天我们的时间 也差不多到了 好